你去吧 你去吧 宽子 回来了 韩连都说了什么 还能说什么呀 就是想要孩子呗 不过今天呢 算是有自知之明 没明说 只是提出要求 说想见见孩子 你说我能同意吗 万一见了孩子 那不就麻烦了吗 所以我回见他了 你态度坚决是对的 不能给他钻任何空子 主要是司徒 今天啊他一直在帮枪 替海伦说话 我跟你说 就今天海伦约我出去见面 说谈谈想见见孩子 这主意都是司徒帮出的 看来司徒有必要警告他一下了 别人家的事他少掺和 他是有目的的 我很清楚 他这么做就是想 在黄老板面前好好表现 他有利可图啊 所以他想加分啊 你加分可以加分 但你不能让别人减分啊 对啊 不行 这个事 我必须答应警告他 找他 找他谈谈行 嗯 不过注意点分寸 别在关键时刻 哪句话说得不得当 惹出乱子来 好 我会注意分寸的你 放心啊 你 司徒走 李先生到了 来 坐 来 请坐请坐 我给你倒杯 不不不不不 你坐下 我说几句话你坐 你坐坐坐坐 好 海伦约太过分了吧 啊 他为了要家家 竟然不保护隐私了 让你东奔西颠的当说客 什么意思 你们考虑过丁杰的感受吗 你听我说 司徒兄弟啊 你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 你很难体会 一个养育了17年的母亲 养育孩子17年呀 当他要失去这个孩子的时候 他的一种什么心情 而你呢 为了并购 为了能迅速的并购 就站在海伦一边 帮着他要孩子 你 你毕竟跟丁杰有个浓浓的情感 你让我失望啊 那个 官哥 你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行吗 我知道你要解释什么 真的不用 你口口声声 以为你了解丁杰 你知道过去那些事情 其实你真的不了解 当年是他硬把家家塞给丁杰的 而丁杰把家家当个宝贝 他把对儿子的爱拿出一半 来对待家家 甚至是一多半呀 可现在呢 海伦要抢走他 你没考虑过一个母亲的心情吗 考虑过吗 哥哥 你能不能隔我一次说话的机会 行了 我还有几句就完了 司徒老弟你听清楚了 总而言之 好吧 谁也别想 从丁杰手里 多走他养育了十七年的孩子 我李宽第一个不答应 我可以用我的命 来捍卫他们 保护他们娘俩 明白了吗 这 司徒 怎么办呢 丁杰和李宽那儿全都堵死了 我们算是见不到家家了 你现在不要急行不行 家家他就在那儿了 咱们想爸爸创造机会不就行了吗 那要不你开车到学校 我在车里看一眼家家 干吗这么偷偷摸摸摸的 你是他亲吗 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看他 那我总不能闯进学校去说 我来见我失散多年的女儿家家吧 那他不能弄不如马人 不过呢 我现在有办法 让他亲个亲来见他 那你这是痴心妄想 总不能把他骗来吧 不 害他不能骗 要骗 骗大人 骗大人 佳佳 司徒叔叔 你怎么在这儿 佳佳 那个佳慕呢 我让我哥跟我一块儿走 他非要在操场打会儿球 那走吧 干什么去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见谁 走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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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好 来了 佳佳佳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著名的制片人海龙阿姨佳佳佳好 佳佳好 来 走 我们进去坐吧 进去吧 来 佳佳 坐吧 真漂亮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坐这儿啊 司徒叔叔 你今天和阿姨把我叫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你海龙阿姨呢 听说你喜欢拍电影啊 她想请你参加她现在正在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叫母女情 是这么个事 纪录片是 对 就是讲述一对十三二十多年的母女又重逢的故事 那纪录片还演什么呀 情景在线 就是讲这对母女相认的感人时刻 我明白了 我演母亲 你演女儿 我演女儿 那我能行吗 能行啊 你不是拍过微电影吗 对不对 没问题的 我就演了几个片段 是 气质 关键是气质 你的气质 跟片中的女儿非常的吻合 是吗 那个 我能先看看剧本吗 剧本啊 我们在香港拍纪录片啊 都是没有剧本的 完全都是有演员啊 在现场临时发挥的 临时发挥 我可没试过 那个 佳佳是这样 你海浪阿姨呢 是这部片子的主演 只要你跟着她呢 没问题的 是吧 那我怎么跟我妈说呀 她肯定不会让我去的 你这么跟你妈说 你就说你准备要报考 这是考电影学院之前 那个考天辅导班 不就行了吗 对吧 不是说谎吗 我可不敢跟她说谎 要不 司徒叔叔 要不 你去跟我妈说说 没问题呀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来来佳佳 让我来看看你 来给我做几个表情 嗯 笑 微笑 大笑 真好 来 我们再来啊 生气 很生气 非常生气 太好了 你看看你看看 真好 表情丰富 个性十足 是啊是啊 这样吧 咱们一块去吃个饭去吧 别司徒叔叔 我就不去了 我妈该找我了 她要是发脾气 你就不好帮我请假了 真是个乖孩子 哈哈 那个奶奶 要不我先送孩子回去吧 那也好 好 好吧 我先走了 好 来来来来去书房 走 我们回来啦 妈妈 你们怎么碰到了 是我刚才到学校把她接过来了 佳墨在打篮球呢 是套把佳佳接过来了 你今天挺闲啊 我带佳佳过来是有件好事跟你说 妈 有一个电影学院的老师要进行考前辅导 我想参加 我想参加 考前辅导 就是在那个阳马岛那儿 你什么意思啊 我特别想去 妈我跟你说 就那个老师是北京来的 他专门讲考试技巧 还有名号限制呢 那个 那什么 你现在呀 那个补习班什么呢 课上都上不来呢 你别去了 可是机会难得呀 妈 你让我去呗 行了你 你去帮妈淒哭茶 我有话跟你说说 咱俩出去说吧 聂哥 你不会带着佳佳去见海伦吧 不会 你和海伦之间不是没谈妥吗 我怎么可能带着佳佳去见海龙呢 真的不会 真的不会 我不相信 我发誓行吗 我发誓 如果不在你同意的情况下 我绝不会带佳佳去见海龙呢 好吧 行 不管怎么说 确实北京来的老师见一次不容易 我相信你 带孩子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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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啊到了来 先休息一下吧 还能看到海边呢 是啊 真漂亮 佳佳 阿姨 佳佳你来了 快坐坐坐坐 来 佳佳 坐下说啊 阿姨你住这儿 住这儿我们好商量剧情啊 不是说没有剧本吗 这儿有一份梗概 表演呀是极星的 可以自由发挥 不是吗 太棒了我先看看 来 佳佳呢 她去参加那个考前辅导了 司徒带她去呢 考前辅导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司徒不会骗人的吧 应该不会吧 司徒说啊 这个老师非常好 是从北京来的 看来司徒挺神通广大的 什么人都会认识 哎 问姐一点不太对啊 那个 这司徒不是一直是想 想代表那个海伦的谈判吗 嗯 就关于那个佳佳克海伦的事 他他会不会是他设下的技呢 不能吧 哎呀当时啊我也挺怀疑的 可是司徒跟我发过誓了 他说绝对不会带佳佳去见海伦的 啊 我那点不太踏实啊 哎绿莎你先打个电话 看不见现在忙什么呢 打一个 佳佳佳 你到了吗 妈我到了 哦那你和谁在一块呢 我和司徒叔叔在一块呢 别人老师也在呢 以后就开始了 哦哦哦那行 那你先准备上课吧 妈没事有事打电话啊 好的拜拜妈 他跟司徒在一起呢 马上就准备上课了 哦哦 房居士 我总 还总有点不太踏实 也可能想多了 可能想多了 那个海伦啊 你看这菜都上齐了 要不然就先吃 好来 下家来 吃点饭饭来 哎呀那怎么就咱们三个人呀 其他演员呢 哦就我们两个演员 其他的都是工作人员 哦一会儿我们就拭尽开机啊 来 这样啊 那个啊 是吧 佳佳 剧本你看了吗 佳佳 哦我看过了 看过了啊 挺感人的 讲的是一个失散多年 母女重剧的故事 真有这样的事吗 嗯 生活呀 有时候比戏剧还传奇 我们就是要把这种母女深情 再现出来感动观众 嗯 嗯 我还有点不适应 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爸爸 但是妈妈对我特别好 所以 让我演母女失散重剧的感动 我可能会哭不出来 啊 啊佳佳 是这样的 那个演戏呢 是有技巧的啊 啊 来不着急 来先吃点东西啊 吃东西来 一会儿我们再对这个词 这个 好嘞 来晓晓啊 嗯 这个你肯定来吃啊 嗯 小点来 来来来吃 这多吃点多吃点多吃 谢谢谢谢够了够了 多吃点 来吃个小来 太多了司徒徒徒 来吃吧吃吧 嗯 来 多吃点啊 行 那这故事咱们可以看了吗 是吧 你就把它当做 你的鸡妈妈一样 然后就叫她 你问她就行了 好吗 我们再试一遍听见 来 来 来 我这一杯开始啊 你进来了吗 嗯 好了吗 那啊 一杯 开始 嗯 我叫不出来 不是 这个非常简单 对吧 你不是喜欢演戏吗 电影电视剧 你也看了很多 那里面就叫我妈妈 很简单的事情啊 对不对 她又不是我妈妈 不是 就想象 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定要想象 就把它当做妈妈一样 好不好 啊 咱们就从这儿开始 行吗 咱那试一次 好 就喊妈妈 那就行了 行吗 对对对对 慢点别着急啊 用眼神去这儿 看着她想想 行 对就这样 对了 一杯 没事 阿姨 错了 不能叫阿姨 这你就叫阿姨 师父 别吓着孩子了 来 别难免她了啊 她还不习惯呢 来家里坐到阿姨这儿来 来 先聊聊啊 那行吧 那你俩好好培养一下感情 我出去一下 好吧 一会儿回来 我们呢 得先培养培养感情 不然显得生分 以后 你要想走上演艺的道路呢 就不能对自己有太多的限制 根据剧情需要 你可能是医生 可能是教师 还可能是村姑 各种生活经历都要尝试 知道吗 佳佳啊 对就是这样啊 以后慢慢练吧 没关系特别害怕啊 佳佳 那个阿姨 我先去趟洗手间啊 好 我先去个洗手间 来 佳佳 来 佳佳 谢谢阿姨 佳佳 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爱你的妈妈吗 当然爱呀 有多爱 全部的爱 全都给她 也不够 假如 你也像这个纪录片里面一样 突然出现一个亲妈妈呢 怎么可能 不可能 我是说 我是说假如 假如 突然有一个亲妈妈来找你 你认她吗 不认 她既然当年都不要我了 那我跟她还有什么关系啊 可是 可是她是你亲妈妈 我奶奶说过 生下不如养下 养育之恩大于天 你想想 如果一个人生了你却不要你 把你扔在路边 那不就跟被抛弃的小猫小狗一样 多可怜呀 说明她根本就不爱你 凯文阿姨 你怎么了 你没事 姐姐 你没事 喂 妈妈 小猫 你干嘛呢 我听老师那个讲即兴表演呢 那我怎么没听出现场气氛啊 我这不是接你电话出来了吗 那个 妈 我不跟你多说了 我该进去听课了 我先挂了 拜拜 小猫 好 妈 宽子 那个 我给佳佳打过电话了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呢 我不太放心 你现在赶过去看看好吗 好的好的 那个这样 万一有什么事的话 你把孩子弄回来再说 好 放心吧 来 我们再来一个啊 我们再亲密一点啊 再亲密一点 再亲密一点就好了啊 来 脱衣服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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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孩子 妈妈 孩子 妈妈 孩子 妈妈 终于找到你了 孩子 妈妈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 孩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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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置不对啊 跟上一条不一样 来来来来来 好 往那边来一点啊 海伦姐 您啊 眼泪稍微的晚一点等一下 好吧 啊好 我们就从 就从接这个包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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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 快来 快来 来 快来 来 孩子 孩子 你去哪儿了 孩子 干嘛呢 你说你怎么来了 我正拍电影 后面里几个人 快快快看一下 你干嘛呢 快走开 你是干嘛的 我这孩子家长 过来人 行啊 不准拍 这边说 这边说 过来 李慧 你怎么来了 司徒 太过分了 这样很不好 你知道吗 来 先把这衣服给他们披着 你听我说 这事不是你想的 你真的不用解释 我是真的是 不用解释 我真的给孩子 走回家 你忙着我办 走 叫你回家 你别说我这样拍着吧 你不想 那我还没换衣服 你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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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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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他怎么来了 李叔 你干什么呀 我在拍电影呢 你说话呀 讨厌 真讨厌 你和我妈都是法西斯 听话回家再说 家家 到底怎么回事 你问我 我还问你呢 你问我什么呀 不是你将来把我拉回来的吗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是司徒导的鬼 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赶紧进屋去 是司徒 把家弄到海里那儿的 这么说 家家是不是知道 海伦是他妈了 我感觉应该还不知道 你去哪儿 我去找司徒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带家家去见海伦啊 不是 丁姐你先飘机行吗 你听我解释啊 那个海伦他求我 想见家家 就 就 就这么点事 什么事啊 这是多大的事啊 怎么是小事呢 你答应过我什么 你答应过我不带孩子去认他的 对对对对 我是答应过你 但是我没有跟他说啊 说海伦是家家的母亲这个事啊 那你也不能带他去 你去你也应该告诉我一声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不是不怀好意吗 我怎么不怀好意了 你当然不怀好意了 你凭什么去见他 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你当我是谁呀 你有什么资格呀 我当然有这个资格 你没这资格 我有这个资格 你就是没这资格 我有 我说你没有就没有 我是孩子的母亲 我是他爸 你什么 我跟你说定见啊 十七年前我和海伦 我俩是情侣 当时他怀孕了 我为了学业 我却能把孩子打掉 他不听我呢 瞧瞧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有什么办法 生完以后他也后悔了 他根本养不了这孩子 后来遇见你了 他把孩子给你的 就是这样 你给孩子第二次生命 老天爷要遇见你 那就是对我的成果 家家的是我女儿 你知道吗 你就是自己的爸爸吗 是啊 话都怕说到那儿了 就是我也不想瞒他们 说开来对大家都好 是啊 自从见了佳佳以后 我心情也平静了不少 以后啊 我再也不会偷着见佳佳了 知道了 这次啊 咱们骗了丁杰 她非常伤心 以后也不能这么做了 我快丁杰的缘分 算是走到头了 但是仁清这一块不能走到头了 你说呢 李宽护理过我父亲 我也不能伤害 护理过我父亲的恩人哪 那倒是 李宽通监狱的时候吧 他就知道 他有个双不蛋的孩子 他对佳佳也是有感情的 也不会轻易放手 是 我司徒 我还是希望 想让你会一笔钱给丁杰 也算是 对他养育佳佳这么多年的一点补偿吧 这是应该的 现在真是作业为难的 咱们真的要不回孩子了啊 难道未必 我倒是有个办法 和他们打官司 但我想想这么做呢 肯定会影响到佳佳的学习啊 是 那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无论如何也不能伤害到佳佳呀 报应啊 这都是我当年的报应啊 怎么了 和司徒谈崩了 你 solution 你怎么说要吗 我不想要我 真是他 甜蜜 你找到marion 他们的小好 大概有个人 你看人 曹洪 是他们俩的亲生女儿 你信吗 佳佳是他们亲生女儿 真的 当然是真的 这 这司徒看起来对他过去并不了解 他怎么能跟这个嗨论还是情人 我实在没想没想到 不过有道理 现在全对上了 全对上了 怪不得他们俩的所作所为 一直盯着佳佳 对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快帮我想想办法 好好好 我该怎么办 好嘞 好嘞 别急 别急 我怎么选择是对的 四个大人 当美罗 对变古的 静下心地好好聊聊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 我要跟他们一块 坐到一起 谈论一下孩子的事 然后我告诉海伦跟司徒 佳佳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我给你们养大了 十七岁了 然后我再回到家 告诉佳佳 你的亲生母亲是海伦 是女妇婆 我再告诉她 你的亲生父亲就是司徒叔叔 然后我再劝孩子 把孩子送到他们面前 祝他们一家团聚 是吗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我 说呀 你什么意思 别急 我是说他爷爷很有可能 咱们会找到一个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大家都接受 怎么可能大家都接受呢 我明白了 让孩子认下亲生母亲 不忘我这个养母 然后我们家住十天 亲生母亲再住十天 是这样吗 你听我说 其实佳佳已经到了 快十八岁了 她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我相信她是个有良心的孩子 她怎么做有良心啊 你是希望她拿着那富婆的钱 来报答我这养母 给我钱划算有良心是吗 你放心 佳佳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你错了 从受养她那天开始 我就没想过她能报答我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觉得这事来得太突然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 是 是 是 丁姐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 因为佳佳 对吧 是你心头肉 别说你也舍不得 其实就我现在都舍不得 你才跟她出几天呀 你都舍不得 我跟她在一起相处十七年 是十七年不是十七天 她那么小的时候 我把她从医院抱回来 一把屎一把尿地 拉扯到今天的十七岁了 如果你让我把孩子交给她吧 你说我能接受吗 别再说了 想办法吗 别再说了 想办法吗 我接受不了 老人现在就是药维持 有的病人呢 就回家等着去了 那样就 医生 请您用上最好的药 我要把我爸爸的生命 延续到无法延续为止 废用上 您不用担心 变成区 谢谢 帮助 你怎么来了 我这心里啊 乱七八糟 看完会以后 也不知道怎么把开车到这儿的 那你是来看我 还是来看我爸爸 我看看老爷子 我过来看看你 司徒 我有个念想 知道能不能实现 什么念想 我已经见过家家了 我也想让我爸爸见见家家 你的意思是让家家认老爷 我爸爸没几天了 要是他临走之前没见到家家 那是我终生的遗憾 如果家家知道有这个老爷 在老爷临走之前 没跟老爷见一面 那也是家家终生的遗憾 这个能不能理解 但是丁姐和李宽已经摆明了 不让咱们见家家呀 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认为可能吗 我们不是为自己打算 是为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提一点要求 他们不能如此不尽人情 连一个老人临终的愿望都不能满足吧 是咱们不尽人情在先了 现在还有两个人谈人情 放心 爸 这件事这样 不需要想办法吗 好 所以说 李先生 你们好 你又来看我爸爸 是啊 这是我老爷的约定 听老爷的信 不用客气 这是我老爷的情分吧 李先生 我爸爸已经睡了 我们能不能到客厅去谈点事情 谈点事情可以 但最好不要再涉及家家了 这个你放心 是涉及到老爷子的事 老爷子 端子 我和海岚那事了 想必您知道了 我们俩欠定精一分人情 不用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 你们想说什么事 我有个想法想告诉您 您可以拒绝我 但是请您听我 把我的诉求说完 好 你说 你可能也知道 我爸爸的病情 他少则十几天 多则一个月 在他离开人间之前 我想满足我爸爸的一个心愿 你说 我想让佳佳见他一面 这个恐怕不 有点不太妥罢 我觉得你们毕竟偷偷摸摸 已经见过一岁佳佳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事好像 不太好办嘛 我们俩呢 不是想让佳佳认老爷 是想让他见见老爷子 不但像我不是一样吗 不太一样 你看 虽然海伦和佳佳呢 已经见面了 但是呢 他们俩并没有母女相认呢 这佳佳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是吧 但毕竟丁杰是感觉到 他知道伤害了呀 因为你们偷偷摸摸见孩子 你们瞒着他 这应该算是真正的 欺骗吧 我向你检讨 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但是为了我爸爸 我恳切地求您 请您满足我的这个愿望吧 其实我挺能理解你们这 这种情感的 我也能理解老爷子这个情况 但毕竟这个事我真做不了主 我只能跟丁杰商量商量 那就求您和丁杰姐商量商量吧 请你们体谅体谅 我这个做女儿的心情吧 我尽您二维吧 好吧 谢谢啊 这个给老爷子 他一定喜欢这些东西 好 好 好 坐啦 慢点啊 坐下 坐下 到底什么事啊 电话里不能说 不是 这个我怕电话里说不清楚 必须当面 关于家家的事 我必须要让你知道 怎么了 你还记得我在医院里 就是那个 我伺候的那个老爷子嘛 我当然记得了 老爷子可能快不行了 是吗 他不是海伦的爸爸吗 对啊 所以论你一辈来话 他应该是那个家家的亲老爷 我以后不去看看老爷 我今天又去了 正好碰到司徒和海伦了 他们想让家家去看看老爷子 他们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他们这倒没有强迫 态度也挺好的 说只是个请求 什么请求 什么请求 什么请求啊 这就是设计我呢 让家家认下老爷子做老爷 那不就等于变相认下他们俩吗 他们也就是说 只是让家家和老爷子见个面 你回去告诉他们 不行